这是传承的跳绳 这是现在的跳绳 现在广场舞已经不离行了 你信不信这是我自己做的 大家好我是跳连 你还惊得我的家乡死多天了 落地台湾心也跟着回来 但是总觉得什么东西落在那里 不过再反京都没有东西落下 结果还真的落下 大家还记得这是你小时候的跳绳 几十年前我们都是这样的跳绳 当年曾经跳绳比赛 如今年过半 你肯定是跳不起来 可幸不要了 看这就是今年流行的 这样的跳绳最轻松 我居然把它忘在家里了 这样的跳绳不分场景 客厅里也可以跳 只有每天早上跳上半个小时 就是启动了你一天的燃烧脂肪 落在了大陆 那在这里没有办法买到 小娘自己DIY 这就是我做的 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做 这几天捡了三公斤 其实当时我只是拍摄给姑姑看 姑姑把我好表扬 说哎呀我的侄女啊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会做的 所以没有从头拍 像这个网球 就是用剪刀两头端上一个凳 根据长短 我是留了20公分系上一个疙瘩 我觉得这样就是刚刚好 有一些买的还更短 不过我自己做的跟买的是有区别的 我们自己做的一分钱不用花 小朋友用完了的跳绳 从中间剪断 这个用完了的网球 我都放在冻子 椅子的腿上 防止地板 止滑 现在排上了硬肠 你看 就是这样 两头打上一个结 穿过来 下面我留的口比较大 我当时也没有打算拍影片给大家看 因为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只是把我的跳绳一留在大陆 没有办法拿回来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法 但是通过这十几天下来 结果出乎意料的好用 我才想到我要给大家看 大家是否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简单的做一个跳绳来 利用处打好了结 我用一个铁丝两头穿进去的 剩下的就是通通的摆进去 这个网球 再摆更大的绳也能摆进去 这里注意啊 这个跳绳是当中间分开 摆进去保重露不出来 大家都知道网球是很结实很坚硬的 我看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都用它绑在椅子 动着的腿上来指滑 防止松阴 防止磨坏地板 看看 就是这样的简单 我当时没有打算拍给大家看 要是知道这么好用 我当时找两个一样的 比较漂亮的来拍给大家看 这些网球都是用旧的 不再用了的 那这条口怎么办 其实网球也可以缝起来 但是很坚硬 我们缝起来很麻烦 其实这条口子留着 也更方便 如果你觉得短了 藏了可以拉出来 再重新系一下 疙瘩 怎么甩也甩不出来 但是你也可以用胶 就快速粘合剂 相信这些东西 大家家里都很方便 在口这里粘上一点点 因为网球都有毛 有毛的东西很容易粘粘 瞬间就粘合 你看 这样就是很完美 不粘 绝对掉不出来 没关系 我都用试过的 看 瞬间粘合 是不是很漂亮 这样一点都看不出来 好像是完整的一样 我就把这个过程 拍给大姑看 大姑 好一个表扬我 看 是不是很完美 可惜当时没有找两个有字的 两个都有字的 会更漂亮一些 看 像不像 买的 其实 这种跳绳 很多人都在用 不一定非要到公园 或者到外面 在家里 客厅里 一边看电视 也会一边跳 这我已经用了好几天了 每天大汗淋漓 每天早上就这样 跳半个小时就好 因为以前传统的跳绳 随着我们身体的重量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们不像小叔那样能跳起来 所以这样的跳绳方法 适合每一个人 这是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是跳绳神器 跳绳已经跳了五天了 很明显已经瘦了两公斤 光看姑姑们给我吃的饭 就知道我的体重增加了多少 所以同时 结果把会重量的跳绳 忘记在家里 那看到这里 你跟你说 那以前的跳绳不可以用 可以跳的跳的就是这样 我们小时候可以跳一百个 两百个 三百个 可是现在呢 我们无法坚持一直跳到一百个 所以没办法 我去了很多个地方 打卖厂都买不到 我就在家里找了这些不用的排绳 自己DIY做了这个跳绳 结果突出意料的好用 但是人家外边买的 那个把柄里面都有铁条 但是那个要好几百块哦 我这个废物利用 一分钱都不用花 真的非常好硬 好了 老绳子你休息 但是跳绳会再坚持 每天跳半个小时 最好是早上空腹 保证你一个月 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回了十几天 剪掉好几公斤了 大家看 是不是比前面的进行 我又瘦了一大圈了 像我们这种年纪 关节很重要 这样的跳绳 全身都能运动到 所以现在已经不聆行广场舞了 跳绳最好是早上空腹跳 或者是下午空腹跳 好了 小娘记录每天回到台湾的生活 让家乡的长辈放心 我在台湾过得自由自在 跟全台湾人一样的生活 好了 看到这里 你喜欢我做的跳绳吗 我不说你们相信这是我做的吗 这就是我在台湾的日子